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三对三斗牛 那篮球在空中的飞行 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斜向抛射 喜欢打篮球的同学 相信应该对这位人物是不陌生的 他是Steven Curry 也就是2014年到2015年的 年度的NBA的球季MVP 他的最著名的地方 就是他的三分球非常的神准 那非常神准的球员 其实就会有很多的运动频道 对他的 对他的这个投球的过程加以分析 结果发现呢 他把球投出去的时候 他的弧度是比其他的NBA球员的平均状况 还要来的 弧度还要来的高的 好 那不管你的弧度是高 或者是弧度是低 不同的球员把球投出去的时候 他的出速度跟仰角 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该怎么样分析 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的运动状况呢 好 要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在水平抛射的时候的解决方式 水平抛射在水平方向上是做等速度运动 那在牵直方向上是做出速度为0的自由肉体运动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 把斜向抛射拆解成水平方向 跟牵直方向的运动来加以分析 其实斜向抛射的分析 它跟平抛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我们如果把刚刚的水平抛射的黄球呢 复制一张图片 然后加以镜像到左边 把它连接起来 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这个黄球的轨迹呢 就是一个斜向抛射的轨迹 那同学有没有发现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同学有没有发现 如果以最高点为分界的话 这个球如果从左边被抛出去 然后右边往下掉 它的上升过程跟下降过程 其实是相互对称的哦 也就是说 斜抛的后半段 也就是下降过程 其实就是水平抛射 好 各位同学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在前面所学到的课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运动是上升过程 跟下降过程是相互对称的呢 在直线运动的地方 我们有学过牵直上抛 上抛的后半层跟前半层 其实是相互对称的 那它的后半层其实就是 出处度为0的自由落体运动 好 从前面的对称关系 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牵直上抛的上升过程呢 其实就刚好是 斜向抛射的上升过程 歪方向的运动 那同样的牵直上抛的下降过程 其实就是斜向抛射下降过程 在牵直方向上的运动 所以整体的斜向抛射呢 它在牵直方向的运动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 牵直上抛的运动 好 那当我们对水平方向的运动 以及牵直方向的运动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个球从地面以粗度V0 仰角θ斜向射出 好 在空中做一个斜向抛射运动 在飞行过程当中的最大高度是H 落地的时候的水平射程是R 那全程的飞行时间是T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分析这样的一个运动 我们同样的把它分解成 水平方向的运动 以及牵直方向上的运动来讨论 那水平方向因为是 是等速运动 所以它的加弱度是0 牵直方向因为是等加速运动 所以它的加弱度是负的G 向下的G 那有关出速度的部分呢 水平方向上的出速度呢 你可以利用三角函数 把它表示成V0cosθ 那牵直方向的速度呢 同理也可以利用三角函数 把它表示成V0sinθ 那我们首先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抛体运动的最大高度是多少 那因为在Y方向的运动 牵直方向上的运动 相当于等加速运动 那其实从最低点 以出速度V0Y飞到最高点 那我们套到等加速运动公式 墨数0的平方等于出速V0Y的平方 加上2乘上 加弱度-G再乘上这个 牵直方向上的位移 也就是最大高度 你就可以得到最大高度可以表示成 V0Y的平方除以2G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那飞行的时间呢 上升过程中 它的运动是等加速运动 它的出速度是V0Y 那飞到最高点Y方向是没有速度的 因为相当于 牵直上抛的最高点 速度是0 那加弱度是向下的G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等加速运动公式 墨数0等于出速V0Y 减掉GT 这样你可以得到 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的 所要花的时间T等于V0Y除以G 那因为整个斜向抛设 它是上升的过程跟下降的过程是相互对称的 也就是说 全程花的时间呢 可以表示成2T 也就是2V0Y去除以G 那接下来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水平射程的部分 由于水平方向上是以速度V0X做等速运动 那前面我们已经算出的飞行时间大T是G分之2V0Y 那水平射程R呢 其实就是水平速度V0X去乘上飞行的时间 那乘出来的结果就是G分之2V0X 还有V0Y的乘积 讲到这边让我们来对 刚刚所提到的概念做一个总整理 V0Y呢表示成V0sinθ 最后 可以重新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可怕 那其实只是把上面的三角函数带到 这个V0X跟V0Y 之后就会得到的 那有个比较特别需要提的是 各位可以看一下 水平射程它是G分之2V0cosθ 还有V0sinθ的成绩 各位数学上应该有学过倍角公式 两倍的sinθ cosθ 其实是sinθ 所以水平射程呢 我就可以表示成G分之V0平方sinθ 好 那 当我知道水平射程可以这样表示之后 各位同学可以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以相同的输出不同的仰角 要把球从地面上抛射出去 而达到最大的水平射程 那这个仰角应该是几度呢? 根据刚刚的式子 R等于G分之V0平方sinθ 从这个式子可以知道 如果你的粗度V0 还有中线交流的G值是定值 那影响水平射程呢 就是后面的sinθ的值了 那我们知道 sinθ在θ等于45度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最大值 那也就是说 在θ等于45度的时候 它的水平射程会最大 也就是说 你要让一颗球抛出去 飞得最远 就是以仰角45度角把它抛出去 好 接下来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几个生活中比较常看到的问题 或者说你在电视上 可能会看到的问题 就回到老师最喜欢的 篮球运动来讲 好 刚刚讲到那个神射手Curry 如果今天神射手Curry呢 它跳起来的时候 它是跟篮框是一样高的 那它在三分线上出手了 它出手的时候 它是以45度角出手 然后 这个球呢 在空中飞行的距离呢 其实就是三分线到篮框的距离 大概是15公尺 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飞出去的时候 这个球的水平速度是多少 然后另外呢 球飞出去的输速度 V0又是多少 先来看 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球在水平方向的运动 是个等速运动 以V0x做等速运动 那水平射程呢 15公尺就是这个R 它会等于水平速度V0x呢 乘上球在空中飞行的时间 好那前面提到 这个飞行的时间是1.25秒 那水平射程呢 是15公尺 所以我要找水平速度呢 其实就是15去除以1.25 这样会得到水平的射 水平的速度其实是 12公尺每秒 好 找出的水平速度 其实找出速度V0就不难了 因为你的 跑出去的角度是15度角 那我们知道水平的速度是 每秒12公尺 那从等腰这条三角形的 三个边长的关系 我们知道 出速度V0应该可以表示成 水平速度的根号2倍 也就是12根号2公尺每秒 好 第二个问题 如果今天Curry在出手的时候 是有受到 这个防守者的封阻的 那像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同学有这样的经验 应该会试着要把 投出去的球的角度调高 以避免被盖火锅嘛 那假设今天 球改成以阳角53度被投出去 请问这个时候的水平射程 将会变成多少 好 速度跟刚刚一样哦 是12根号2公尺每秒 只不过这时候的 抛出去的角度改成是阳角53度 那我们知道水平射程 可以表示成 G分之两倍的V0X 跟V0Y的成绩 就是水平速度跟 牵直方向速度的成绩 那水平速度跟牵直方向速度 又是多少呢 从底角为53度角的 直角三角形的三个边长关系来看 我们知道水平速度可以表示成 5分之3的V0 那牵直方向的速度可以表示成 5分之4的V0 那如果你把它带到水平射程的柿子里面 你会得到这个时候的水平射程会比较小 会变成只有13.8公尺 也就是说 跟15公尺的蓝框距离做比较的话 其实它是投不到蓝框的 那也就是它会投出一个大面包 好那各位同学讲到这边 相信各位同学可以发现 在生活中所有的球类运动 其实都是跟斜向抛射是相关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在打篮球的时候 遇到防守者的风阻 你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把球投进呢 如果你要调整你的出手的仰角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要想办法 让球飞出去的速度是大一点 才有机会可以投进哦 好我们今天的讲解到这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